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中秋晚会今天发布消息 将在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四川省宜宾市 举办2023年中秋晚会 晚会将通过充满情感色彩的艺术表达 着力体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传播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给全球观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中秋晚会 将围绕诗、酒、月、水、竹五种文化意向展开 在四川省宜宾市将首次实现四个眼区拍摄 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弘扬民族文化更续民族传统 一项以篇章式结构为特色的中秋晚会 今年将紧紧围绕长江文化谋篇布局 在历代诗人描写长江的诗词经典名片中 汲取营养 分设《月泳大江江水三千》和《江月年年》三个篇章 以此展现中华民族星垂平野阔 《月泳大江流》的豪迈气势 抒发《江水三千里》 家书十五行的乡愁思念 挥洒人生代代无穷己 江月年年望相似的厚重情怀 节目设置经典与时尚并存 表现形式正在融合与创新 艺术风格兼顾民族性与国际化 让不同年龄的观众群感受到属于自己的惊喜 温暖与感动 通过对节目的精心选择 对节目的精心编排和包装 特别是对影像的一些唯美的一些诉求和追求 来彰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创新性 统一性 包容性和和平性 希望我们今年的中秋晚会 能带给全球的观众 一种天涯共此时的 这样中秋圆域的团圆感觉 相约长江头明月要九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中秋晚会 在四川宜兵的主舞台已完成施工 部分外拍节目今日正式开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年中秋晚会的主舞台 定位于金沙江 明江 长江 三江交汇处旁的长江文化公园 这里是长江航道零公里处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 晚会的主舞台已完成施工 验收工作交付使用 我们的舞美 所以今年都是比较通透的 一种形式感来放在江边来演绎 我们四周都以现场的 三江六岸的三江口的风光 作为我们舞台的背景来使用 今天舞台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的 A B台 因为我们在三江六岸的中心位置 所以我们360度都要展示 充分展示宜宾的风光 宜宾是有着2200年建成史 3000年种茶史 4000年酿酒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的长江文化 民俗文化 茶马古道等传统文化 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中秋节日文化 一脉相承 三江交汇处的自然景观 及嘉境楼 白塔等当地的人文地标 将成为今年中秋之夜 全世界华人 共襄明月 寄托祝福的载体